字幕 李宗盛 不好看這個單位 現在設計簡約企理 其實原積的間隔 相當令人頭痛 這個單位450呎 有兩夫妻和一個BB住 這個屋院最大問題 就是有一個工作平台和露台 就是這個部分已經41呎 屋主今次最大的要求 就是想將客廳在視角上更大 客廳的主力場不能拆開 而廁所和廚房的面積細之餘 亦不能大搬位 設計師只可以用拖門 和其他設計小竊門 令空間感看起來更大 客廳的空間設計以白色為主 長身加入了調子設計 又令空間看起來有加長的感覺 而半腰部份就運用了灰鏡 亦有令視角上有拉闊空間的效果 因為客廳空間有限 所以選了這款 有升降和接叠效果的茶几 升起打開可以變餐桌 最多可以坐六至八個人 因為門口左側邊做了暗門的設計 三組鞋櫃 其實是由原來廁所長偷位而成 還有一個廁所暗門的設計 這裏做了一個烏衣腩的設計 可以在廁所裡扔掉一件髒衣 就可以直接用烏衣腩 裝上玻璃堂門的廚房 亦令客廳的空間感大大提升 堂門方面 其實可以用木門和清玻璃 但我採用了藥水沙玻璃的設計 因為第一可以令它沒有紙紋 以及可以滲出光 廚房的長身亦偷了懷 做了這個放置小家電的儲物櫃 我們做了一個深色的電視機櫃 其實也是地台 一直延伸到主人房 令它增加更多的儲物空間 通過主人房地台 我沒有用平時手抽式的設計 我用了吸盤這個方法 令到視覺上更加嫌疑 主人房的拓門很少關閉 被台走廊又令客廳視覺現身的效果 走廊這裡有一個大型的儲物櫃 以及嬰兒房門 我用了暗門的設計 以及同一種物料 令到它更加有致性 現在的走廊長身 和主人房電視機櫃 都是將實場拆了 改成儲物櫃 而電視機櫃上下 都有儲物空間 放置女主人的護膚品和雜物 主人房以水泥長造特色牆 床頭的燈帶 是地台視覺上的延伸 在書桌旁邊的布簾 拉起它 可以變成獨立工作空間 男主人晚上工作 就不會騷擾女主人睡覺了